嗨,我是温哥娃的Dr.Geo Chou,本电影介绍我写的文章,文章是讲太极寂静的科学解释和训练方法,尤其是在表演时,当表演合办击飞雷地面,这类电影、照片、书看,上次很多人都看过,但是真正能够用科学的理论去解释 这个现象,为何,他们怎么样将那个合奔积到飞雷地面呢?我上次我的文章是,不论是中文还是英文,都是第一篇,在文章中我推论出发明这个表演方式的是黄文权的老师杨绍侯,表演是朱怀元,但是飞行国际的是靖曼清 它是在六十年代在美国的纽约成名的,我是1985年开始,我三十年的这一句的生意,看到了很多因为推手受伤的故意案,所以很希望让这个过时的训练方法改良,不要再用人家把子来念,减少受伤的风险。 在两年前,我做了一系列的电影,用黄培生老师说的《经乐冲和太极霸精英》《逆经八卦》的电影是承诺过,用科学理论解释黄培生老师的传统讲法, 黄老师的《藏经史》的,但是有启发性的传统中国说法,很难说服外国人。 上面几个图简单地介绍了黄老师的理论,但是外国人他们最喜欢的是看到,让人打得非常激进的那个表现。 但是在实际的研究的时候,例如我跟Professor Loren在顺度那个有关丹田的文章的时候,就一定有客观了。 各位有机会看我的文章第四节的时候,就知道我怎么用科学的语言和理论,将传统的恒无的理论解释得很清楚。 而且,读者会明白为何寂静不能用英文的squeeze,或者squeeze energy来翻译。 至于对替传统的容易受伤的练法,我提议用网球的发球。 请看一下图片中吴家第二代掌门人吴公尼在真正的比赛中的出拳。 他飞拳的动作不是和网球的发球很相似吗? 两种动作就是真的不是给人看的表演。 你要看两种动作的比较的时候,你就知道练法很相似,但是打人是容易受伤,打球不伤。 在湾国瓦已经有外国的朋友和商徒开办这类过程的细语。 他们都是看我的电影和文章的。 这个文章中用的链接都是在下面的学名中。 购买我文章的方法也就是下面的学名栏中。 谢谢观看,我是科医生。 我是科医生。 假如你喜欢这部电影的话,请你点击喜欢。 还有跟其他的朋友分享。 在其他的媒体还是面书、Facebook的地方跟朋友分享。 最好是订阅我的朋友。 因为你订阅的时候,我就知道这个电影很多人喜欢了。 我就多做这些方面的电影。 订阅是完全免费的。 对。 感谢观看